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英超伏赛的第一天 曼城对着阿仙奴的时候受伤 弄伤的是他的队友 龙门Edison 这球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 Edison全心全意去救出球球 谁知收不到键或看不到 Eric Garcia撞了一堆 当时情况相当危险 因为他职场完全不省人事 担架床抬走他后 立即送往医院去医治 可能因为年轻的关系 BBC报道已经康复了 我们看看哥迪奥娜 这位 球员19岁 刚刚在曼城以3比0赢了 阿仙奴这场英超比赛 亦比 曼城的门章Edison撞低了 这位西班牙球员Eric Garcia 担架场离场去了医院医治 已经在周四前日出院了 哥迪奥娜是这样说的 我们很开心 他已经回到医院了 亦希望大约10天左右 他有机会再次预备好了 哥迪奥娜也很体重 这位中坚的年轻球员 他说英超有些 条例要跟随 也有些条例要跟随 始终他也试过在当时不省人事 所以要有7-10天 复员整个条例去做 我们看到他出院后 也有来到训练场地 做一些相关的复员训练 看见面的确有点受伤 表面的伤势 他离开医院后 他感觉上都非常良好 英超来说 一些关于曾经有碰撞过 或者不省人事的个案 一定要根据一个报告去做 最少都要6天 每一天球员都要做一些相关的不同的活动 有时就会做一些 一些轻微的大洋运动 有时就做一些 復原的特别的一些运动 亦都有一些非接触的训练 亦都有一些 完全接触的训练 这样 这样就有了整个 周长的程序 令到他 确定他好 可以继续比赛 曼城来说 他将会 周一 对着 搬尼 然后 作客车路士 周四 然后到周一 就会终总杯第六圈赛事 对着劉卡素 所以你会看到 即是 未来复赛 所有的比赛 都会非常 频密 尤其是如果终总杯未出局的球队 就更加要兼顾终总杯 那么 所以真是叫做好彩啦 当时来说 见到都几惊的 都几严重 但是 他就没事了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复赛的时候 很多球员就有机会会受伤 虽然他这个受伤就跟这个 复赛没有一个 很直接的关系 因为 这些碰撞就算在普通的比赛 也有机会发生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经常都说 希望球员最重要健健康康 尤其在现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健康就更加大家会觉得 宝贵 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会感觉到 所以来说 很开心见到 Eric Gazea 服完得相当之快 我们也 期待 他在康复之后 可以再次代表曼城上阵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看过小 哥迪奥拿 都很愿意 在鱼下的比赛 出一些年轻的球员 我相信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老实说 他们在联赛 要追 利物浦都差不多是没可能的 哥迪奥拿自己也说过 是没可能的事 所以呢 相信来说 他们英超 也有少少 即是 第二名又比较稳定 反而对于他们最重要 究竟 CAS的体育仲裁法庭 那个上诉 搞成怎样 因为 影响到他们明年 或者后年 有没有勾联赛 所以 如下的英超 看样子 哥迪奥拿都会 试试一些新的 试一些新的球员 所以呢 Erik Gassier 你快点好 我相信 你代表完成上的机会 会越来越多 OK 这一节节目 就这么多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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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